大家好 今天是9月9号 也是那个 今天呢下午3点半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今天盘面的一个变化 和以及这个 对它未来这个冲心高的这种走势 给大家做一分析 另一个是就是板块 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 这个板块方面 仍然是这个资源类 顺周期的板块 在这个煤炭的带领下 涨起来的 基本上就是商品 根据商品期货这些价格的上涨 引发的这波行情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板块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首先呢 今天呢就是 这个大盘呢又冲击这个 3700点啊 肯定是没有过去 原因就是咱们那个两大阻力 一个是你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银行啊 银行他今天没什么变化啊 其实他的整整天就是低开以后 在这个地方啊 原点这盘整啊 原点这盘整 加上我们的这个通话送的漂亮100啊 一直也是低开 等于下午啊下午1点半 以后等于才反到这个地方 因为说盘面呢 涨这些 这个我们的机构宝团股和这个大金融都没做什么贡献 那么主要的贡献就是在这些板块上啊 大家可以能看到就是说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知道就是 主要就是这些资源类的啊 资源类的股票啊 包括这个军工啊 涨了一些啊 基本上就是是这样这样的 那么他的他们叫涨价的逻辑是什么呀 当然这个通涨啊 全球的这个通涨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呃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这个煤炭啊 煤炭这个 我今天顺势就把煤炭这个板块给大家讲了 这个煤炭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煤炭开采这个 那么咱们先指数啊 就是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因为他冲击这个的阻力啊 没有去做做什么大的努力 就是这个机构宝团股 还有我们这个银行啊 他没有做什么的努力 因此说这个我觉得大盘冲高3731这个点 还得靠这这两大势力啊 一个合力啊 去攻击 这个创新高是迟早的问题啊 迟早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那么今天板块这块呢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一个是煤炭开采啊 因为煤炭这个价格 呃 上涨造成的啊 这种这个涨势已经很凶悍了啊 这个涨势已经很凶悍了 就我们就说从就是2021年吧 2021年这个 呃 40多点啊 这这一年已经快翻了一倍了啊 那么从这个技术图形上看啊 就是这几天这个大阳线 呃 拉上来啊 这几天这个大 这两天这个大呃 大阳线 往上拉开 我们的这个技术图形啊 这个三 这四条 川普均线啊 也发散的很厉害 呃 短期呢 我建议大家做短线的啊 你不要再最高了啊 因为这个一般都是一个 呃 未来如果这个筹码 大家看现在还算一个良心的状态啊 它 涨的时候等着筹码 我们筹码给大家锁定一下 当这个筹码啊 就是这下面的筹码往上剧烈的往上跟的时候啊 大家要注意了 再从高啊 注意了 反正这个位置 我建议大家还是小心点好 包括这个有色金属啊 这个煤炭呃 从这个筹码图形来说是可能是还有一些 或者说它会在高位这盘整啊 就是立马回调 也不可能啊 也不现实 呃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色 这个有色和煤炭 大家看就不太一样了啊 大家看有色上一次 我给大家讲的时候 它是回调完了以后 它再翻上来的时候 筹码势必要往上滚啊 这个有可能这个高点 面临这个高点 它在这个附近可能有一个 有个回调啊 包括这个稀土永词 应该说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把这个 这些 大家看稀土永词 也是上次 它上面筹码没有攻上于多少 大家看短短的就这几天啊 拉升这几天 很多的筹码就攻上来了啊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计算 就是我们在这 呃 画一条线啊 画一条线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筹码封在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啊 我们画一条线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就是测一下 你看它最高点的那一天啊 就是这一天的筹码 就短短的几天 我们看一下它筹码的变化 你看这一天的话 它上面是25% 那么大家看今天 大家看今天的筹码 它已经41%了 啊 你想想就短短 这么几天时间 这天是几号啊 今天是 就是这天回调 这天是9月1号 23% 就是这个 这上面啊 就是我的鼠标 在画的这些线指示的上面 23% 大家看到今天 还是这个价位 我们测一下 41% 就是一下涨了20% 就短短的这几天 筹码就上去20% 因为说这个稀土泳次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的 还是要小心的 你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看这个个股里面 这个我们说一下北方西土 就说这种啊 这个再往上上啊 筹码逐渐的往上拱啊 大家就是在这些位置 我建议大家就在筹码密集 这个地方 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 这个它这个高位 你最高以后 好像说了 如果它还要往上涨 涨幅也不会有太大啊 就这种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种 我刚才看的是一个 整个有色金属 金属这块啊 这个板块 这个个股 稀土泳次 其实也面的这种状况啊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稀土泳次啊 也是这种状况 因为说我们看到 这北方稀土 这种这种图形 因为说我建议大家 在高位的时候 还是小一点为好 你做个短线可以 那么未来也就是 它也就是个回调啊 不会说 这个资源类的个股 就是这个 这叫什么 它反转 也不太现实啊 但是因为毕竟 这个资源类的个股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煤炭啊 钢铁啊 有色这些东西 涉及到价格这方面 就是它会政策 或者会有一些调控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小心为好啊 小心为好 当然还有一类股票 你比如说这个紫金矿业啊 这种 这种股票啊 大家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它这些机构保存物 肯定是 大家很明确了 围绕着这个成本均线 那么它会在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筹码密集的 一个地方 只要它现在 问题就是什么呀 筹码密集 大家看一步步的筹码密集 基本上就在这个价格啊 这两个地方形成的一个 就是它的密集 就在这些地方啊 筹码的密集 就在这个这些地方啊 通过这个价格 密集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筹码啊 今天的一个筹码状态 那么只要是在这无群成本均线之上啊 放量收阳线啊 我们可以还是可以追着做一下啊 做一下短线 往这个地方走一点啊 就是下一个目标位 可以做一下这样的短线是可以的啊 因为毕竟它上面没有筹码 它的空间还是有的 那么紫金框也为什么说 它这个图形可以 就是这种图形 技术图形符合 另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基本面 因为它这个紫金框也不仅生产黄金 它还生产铜啊 因此铜的价格 现在最近也是涨得比较高 因此说 我们做一些这种低估值的啊 选择一个低估的这些 那么那些所谓的北方西图啊 等等的那些高位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呢 我们就 我建议大家做一个短线啊 不要仓 只是仓位太重 毕竟这个行业它的价格会受这个政策影响啊 希望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啊 接下来就是 因为我们在关注这个强势的时候 大家也不要忘了这个回调的 比如说光伏 还有这个半导体啊 这半导体和光伏这两天确实回调了 尤其是半导体啊 我建议大家多关注啊 就是它不涨了 你要关注它 看它什么时候能气稳啊 包括今天这个线也都是有气稳的迹象啊 它的跌幅已经很小了 包括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啊 它的跌幅都已经不算很大了啊 比如说我们要关注啊 关注它在这附近能不能起稳 就是说我们关注着这个 近期的强势的时候 操作的强势的时候 也要关注这个回调比较充分的啊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